今年进步了30几秒 不过今年民进党籍时代力量 因为报名组别不同 无缘一同争夺冠军 但两队人马都成功挤入决赛 准备再拿出全力指导冠军 连在端午连续假期 政治人物都没得闲 要力拼谁是最快 龙中兽记者黄秀文 陈玉智 台北报导 端午节要吃肉粽 在嘉义市知名的肉粽老店 为了确保一天可以包出上万颗的肉粽 除了聘请了上百名员工之外 还出动了两大武器 其中一个居然是建筑工程 用来搅拌砂石的混泥土搅拌机 让民众是大开眼界 你真的没有看错 原本用来搅拌砂石的搅拌器 出现在肉粽店的厨房内 里头装满重达300多公斤的糯米 员工按下其中键 搅拌机开始运转 透过这个机器洗米 让店员们不仅省时还很省人力 端午节来到不少民众都会硬紧吃粽子 嘉义市这间知名老店正值最忙的旺季 为了确保每天都可以生产出上万颗的粽子 老板娘出动两大武器 其中一项竟然就是浴瓣混泥土搅拌机 超霸气 另一个武器就是原本拿来煮笋的大笋顶 一次可煮1000颗粽子 而且受热均匀 不少在地套客里都不以前来 店家门口始终有人在等候购买 我特地来了 因为这里很有名 那吃起来怎么样 口感还不错 原本靠着料都未美 就已经打出一片天 没想到蔡英国制作的工具 又掀起一波讨论风潮 让店家的生意成长棍 介绍蔡创文该报道 产严焦点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 两度造访白宫洽谈了美国投资的细节 让外界是相当关心后续的发展 一同陪伴郭董进入白宫洽谈的 夏浦社长戴正吾就表示 红海跟夏浦将合计砸下超过8000亿日元 大约是2200万新台币 在美国设厂投资 而夏浦将会主攻的是车用面板 航泰等高附加价值的产品 目前已经进入了选举评估的阶段 西红尾